如果你身边有人跟你说 他已经看透了事实 与世无争 你觉得他是真的与世无争吗 你可以问他 是不是人际关系出了问题 他可能会说 我都已经与世无争了 我还要什么人际关系 其实与世无争跟悲观厌世 它是一个同一词 厌世这个词 它的英文 原本是来自于一个希腊语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什么miso 就是讨厌 憎恨 还有一个就是anthropus 人类的意思 就是恨人类 因为在人际关系的交往当中 遇到一些很不好的人 很不好的事 所以就很讨厌跟人打交道 其实就是人际关系出了问题 我记得我以前读过一句名言 叫做我认识的人越多 就越喜欢狗 其实不是与世无争 而是跟人的交往 给自己带了非常不好的体验 德国有名的哲学家舒本华 大家很多人都喜欢读他的书 拿他的书来装 对吧 装得好像很高声的样子 舒本华这个人 他非常的憎恨女人 什么原因 因为他从小跟他妈妈的关系非常差 他非常讨厌他妈妈 所以几乎在他的描写里面 女人是没有一个是好人的 就作为一个普通人 一个正常人 我们在遇到别人对我们好 对我们尊重的时候 我们是很幸福很高兴 能够遇到有一个人尊重我们 理解我们 对我们好 那是一种非常幸运的事情 但是你能够去爱别人 去对别人好 去尊重别人 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 是值得别人去尊重 值得别人去爱的 我们有这么好的品行 值得别人对我们好 那反过来 我们也可以去找一个 一样品行好的人 值得我们去爱 值得我们去保容 值得我们去理解的人 幸福就会从此开始 听懂的给个小红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간赞 订阅